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这股本土的产业资本的这一大力量板块 而马克龙和默克尔则代表了另外一大力量板块 就是继续支持全球化的跨国的金融资本的力量板块 这两大力量板块之间正在发生激烈的冲突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说 美国挑战中俄欢迎来到新冷战第二版 为什么特朗普在最近多次讲话 特朗普政府发表的种种报告里面 把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呢 战略对手离敌人只有一步之遥 我们是不想成为美国的敌人 甚至我们都不想成为美国的战略对手 我们是想成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但是别人怎么看 别人怎么定位我们 这就不是我们的意志能够决定的 我们的人物是什么呢 就是了解别人究竟怎么定位我们 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定位我们 这里我就要想介绍一本书 一本出版于2010年的一本法国书 作者是Christian Saint-Édienne Saint-Édienne 这本书名字叫《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这个作者是学者大学教授 也是一些国际组织的顾问 也是在法国政府里担任过各种各样的职务 所以他是集官方和民间学者于一身的这样一个人 他认为中国是未来十年左右西方最大的挑战 这本书写于2010年 实际上在这一年的前后西方出了很多书 其中特别应该提到的就是美国的一位重头人物 就Peter Navarro Navarro现在大家知道他是总统特朗普的顾问 经济顾问 他也是参加了中美贸易谈判的美方的六大代表之一 可以说中美贸易战 他是主要的超盘手设计者 他在2011年的时候也写了好几本书 其中包括这样几本 比方说叫即将到来的中国贸易与经济战 如何才能打赢他们 这个他们当然是中国 还有一本 卧榻之虎 中国军国主义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我一会儿特别要强调一本 亡于中国即将到来的与龙的冲突 呼吁全球行动起来 跟我现在要介绍的这本法国书 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是一本如何推翻中国 整垮中国的一部行动纲领 我们读一读分析一下这本书 我们就可以认识西方至少是某一部分人 现在在美国执政的一部分人 是怎么看中国 我们下期再见 《三代舰》这本书实际上就是一个 推翻中国现行政府的一个行动纲 这本书出来的时候 美国特朗普当时还在跟选美小姐们打得火热 但是《三代舰》他在这书里面提出的一些内容 今天来看非常令人震惊 第一个问题他提出来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会一直这样高速增长下去 这本书写于2010年 今天我们进入了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增长确实开始减缓 第二个问题是 中国是否能够一直拒绝国际社会 要他承担起的国际义务 这句话非常拗口 理解可以用多种方式 但实际上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中国会不会改变它的政治体制 《三代舰》认为 从2013年到2025年 世界将进入一个黑天鹅时代 就这个期间会频频发生黑天鹅效应 那么其中最大的一只黑天鹅就是中国崩溃 黑天鹅效应往往是指一件发生概率很低很小的事件 但是一旦发生以后 当人们再去研究这个事件的时候 人们会发现它的发生是有种种原因的 一二三四各种因素 逆推黑线和效应 就是说既然我们假定中国已经崩溃 那么我们来反过来看 导致中国崩溃的原因究竟有哪些 一二三四 那么我们来加强促使这些原因发生 这不就能够加速中国的崩溃吗 所以就用这样的方法 《三代舰》提出来要逆推黑天鹅效应来导致中国崩溃 他提出了八个逆推黑天鹅效应的措施 这个八个措施我们再来看一看 再比较一下这本写于2010年的书和今天正在发生的事 我们可以看出一些迹象 第一 中国从2013年开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么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本来是从容忍一种中立的看法 现在逐渐的开始产生对中国的一些敌意的看法 我们可以看出来最近几年世界舆论 尤其是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的舆论 对中国的敌对的态度越来越明显 第二点 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失业率持续增长 世界语论过去都把这个归咎于全球化 全球化的恶果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今天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导致了他们的失业 欧洲也出现了这样的舆论 这本写于2010年的书 他所预测的东西今天正在发生 这个是第二条正在发生的事 第三条 中国的贫富分化日益加剧 以至于中国民众对国内的低消费政策开始产生不满 我们从一些比如说美国欧洲都要求中国国内消费要加强 实际上也是在继续的强化黑天眼效应 第四 从2020年起中国将进入老龄化社会 这对中国社会富起来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第五 美国舆论对中国的不负责任的政策 打着引号日益走向不满 大家可以看到特朗普上台以来 美国舆论从高层到一般民众对中国的不满急剧增加 现在可以说已经占到了压倒性的态势 这个现象在欧洲实际上也已经发生 而且发生了可能比美国的时间更长 第六 新发现的非传统的天然气改变了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之间的关系 大家想一想美国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一个能源进口国变成一个能源出口国了 第七 在新技术微电子领域 生物工程以及计算机等领域的竞争 将决定一个国家的持续发展能力 西方必须在这一竞争中胜出中国 大家对中性事件都记忆犹新 美国在微电子工业生物工程 以及在计算机等领域不正是在向中国发动一场全面的进攻吗 第八 在今天这个社会达尔文时代 谁具有与他国进行合作的能力 谁具有可能度过危机 事实上 三代剑提出这八点 我们看到西方从官方到民间 恰好在这个八个领域正在强化 促使这八个领域的预测变成一种现实 一夜落而知天下秋 我们知道这本书也许有人会说不能代表整个西方 确实它无法代表整个西方 但是至少它代表了一种趋向 我们应该了解 应该知道 刚才说到纳瓦罗的那本 亡于中国与龙的冲突正在发生 他在呼吁全球联合起来 基夫与这本书说的是同样的事情 而且也提出了如何对付龙的一些 一系列的非常具体的措施和反制的手段 我们需要研究西方 我们需要了解西方存在着这样的思想 这样的学者 他们的话 他们的书其实都已经出版了 纳瓦罗还出版了一系列的电影 为什么 为了进行 我认为是一种战争动员 当然这个战争不一定是热战 很可能是贸易战 我曾经说到西方内部有两大力量板块 反对全球化的产业资本和支持全球化的金融资本 它们之间就全球化问题正在爆发一场激烈的冲突 但是我们也要警惕 它们之间也有可能找到一个利益共同点 从而形成一股合力 来共同对付它们的敌人 这个利益共同点就是战争 以军工为代表的产业资本 它们是非常希望有一场战争 哪怕不一定是一场全面战争 哪怕是一场局部战争 因为军火就是需要战争来下马销售 来赢得利润 而金融也同样如此 因为战争就需要金钱 将战争就需要借债 而债务是金融资本的获利的源泉 金融资本和军工产业资本 当他们找到一个共同的敌人的时候 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利益的共同点 汇合点 这是我们需要高度警惕 三代剑的这本书 实际上就是在为西方的这两大力量百块 寻找一个利益的共同点 寻找一个共同的敌人 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成为这两大力量百块的共同敌人 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一个任务 需要我们去了解它 找出应对的办法 知己知彼方人百战不殆 那么我们就要充分认识 西方内部的这两大力量百块的存在 他们的利益分野 如何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 利用这一点 也许我们才能从这场支持和反对全球化的这样一场竞争当中 我们能够从被动当中寻找到先手 来主动的去联合一方 打击另一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